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假节目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见我们小默默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笑 我是姨燕 那当然是充足的睡眠了 只有睡饱了才有精力玩耍嘛 睡得还真沉 下面这位有特殊的滑板车技巧 随意感受一下 这车技是不是很奇特 喂 喂 你主人是怎么教你的 知道吗 一个小小的玩具就能请猫入翁 三 二 一 成功 好像充满了魔力一样 吸引着猫咪进去 这次栽了吗 超级醋痰的小法豆 只要主人带另外一只狗狗出门不带它 哪怕是去医院 它也会喊破喉咙 猫咪 猫咪睡觉惨遭三只母鸡围观 看看这傻猫睡得跟只狗一样 真是看不下去了 真是看不下去了 是啊 它睡得真像狗 你看 你看 我以为什么呢 我才不看 走了 怎么都走了 我们不是强势围观团的好伙伴吗 大德木每次想主人陪自己玩的时候就会叼着一颗球球过来 一脸期待的望着主人 这小声音别提多凄惨了 还有只爱怨的小眼神 这小声音就会变成一颗球的小声音 主人 你忍心吗 主人 你真的忍心 放着我不管吗 主人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勤劳的主人给主子做新窝 然而没做好主子就迫不及待的要住进去了 一秒钟也不愿意离开 不走 这就是我的家了 我是绝对不会走了 它跟我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 猫在我在 注意了 注意了 大金毛号游船起航了 乘客请坐稳 微柔的大金毛可懂得照顾人了 知道家里的小狗狗不会游泳 主动挡起了游船 简直太贴心了 好 上岸的时候还会停一下 让小狗狗先下船 整个一个大暖男有没有 笔熊狗狗第一次见到干冰 什么样子 竟敢吓唬我 我摸摸看 又有点不敢摸 疼疼疼的对着我喷气 使用这种小把戏算什么英雄好看 你就是狗 你跟我一样长得像棉花糖 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 比起大金毛 下面这只二哈的行为就真无法解读了 完全不知道他在抽什么风了 二哈同志 你是要弄哪样 不开心 本宝宝不开心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本宝宝有什么开心 主人你到底懂不懂本宝宝不开心了 赶快安慰安慰我 如果说二哈的行为无法理解的话 那下面这位呢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一直彻头彻尾狗上身的喵 每一天就等着主人跟他玩街球游戏 哎 喂 空气就离极几 你是一只猫啊 来吧 有个恶趣味的主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不要冲我屁屁了好不好 真是心好累 这只科技的屁屁就像一块记忆海绵 吹一下就变形 剥一剥又恢复了 别说看着还真是有点手影 情不自禁就想戳一戳 可怜的小科技 你需要反抗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无奈 每天被闹钟叫醒一脸懵圈的你 怎么就想了 我应该刚睡下不救才对 烦死了 吵死了 我马上就起床了 你能不能自己停了 你自己停了吧 不对 今天好像是星期天吧 为啥我今天也听得到钟 我应该还在梦境里吧 没错吧 没错 说起养猫猫狗狗就不得不提 有些这种迷信的行为了 之前就听人说过 有人专门去动物保护协会去领养黑猫 只是因为有谣言说 吃黑猫可以治疗白血病 我就弄不懂了 吃黑的能治白血病 那你就喝点可乐呗 病急不能乱投医 伤害无辜的小动物就更加的不对了 迷信也要有个对 比如说 一般的人迷信起来就会觉得 左眼皮跳了 那就是跳财 右眼 那不管怎么跳 都是因为没睡好 我看这不是迷信 这是想发财想疯了 好了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去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祝你一乐二 只要合理利用身边的一切 你也能很好地享受生活 下场雨又算什么 反正您不失我 各位同学 请放下我的广告牌好吗 你要搬到哪里去啊 在这个孤独的世界里 幸好还有咱们俩相互拥抱取暖 来 再报警一点 把垃圾桶化成这样 我都不忍心扔垃圾了 姑娘加油 你可是咱们学校出了名的女汉子 要是这个时候放弃了或者失败了 岂不是坏了自己的名声 我不在乎那些 赶紧过来帮我一把 给我跪下唱征服 不许跑调 不许忘词 不满意你必须冲头开始 王财 王财你真是丢了狗独的脸 各位游客朋友们 你们看 我的腿白吗 美吗 这可是我全身最引以为傲的部位 北极熊美是挺美的 就是需要脱毛来 本店的馅磨豆浆和华福比 你们真的是非常不渴 不对 是不渴 只要喝了保证你们不会口渴 如果豆浆只能解决口渴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喝水呢 好了各位亲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守候 辽宁广播电视台